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露宿春渡營區的負責人 郭宇辰James來接受我們訪訪 James 你好 James 當初是什麼樣的起情動力 會讓你想要出來創業 最主要就是 有一次我人生谷底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接觸到屋外運動 然後就去爬山 然後就是在有一次野營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爬了很一陣子 對這件事情也產生了興趣 對露營也產生了興趣 那也是我們跟我的十幾個朋友去野營 我就看著大家這樣子很歡樂的場景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突然連激動想說 如果如果我有一塊地 可以做露營區 然後我的朋友們都可以這樣子來我的露營區露營 然後大家就可以這樣子很開心的 這樣子一起過夜一起玩 一起唱歌一起烤肉一起喝酒 我就覺得這個生活好像很不錯 還蠻棒的 對很棒 然後我就覺得說不然來試試看吧 就這樣 那時候起心動念就是這麼的簡單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很單純 那James坦白說創業其實不管什麼行業都不容易 我覺得成立露營區其實 也很多細節都是要注意的 那你這樣這個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有欸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決定要做露營區的時候 我也找了朋友就是跟他們家租了地 租了地之後呢 那時候是 2019年3月嘛 我們就租地開始做 然後可是因為一些關係被告知說我7月才能動工 可是因為我 那時候形勢風格比較大 3月的時候就已經 先賣了11月的 辱柱 真的 我那時候 我錢就先收了 然後我想說完了 我8月才能動工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時候每天都是很焦慮 但是我們就先把前面東西準備 結果一到8月 要開工了 結果一開工又連續下了 快要一個月的雨 挖土機 每天都午後的車 對每天都午後 然後那個土地就非常濕 那個車進去就叼掐叼掐 叼掐到那個工程中的時候他們這個都真的沒辦法施工 我們一直等到了9月出頭之後他們才開始施工 然後一直到了 到了其實到了 我 第一組客人的前三天 我都 沒日沒夜的一直在幹 因為那時候已經9月中了嘛 然後我就 沒日沒夜的一直在趕工 然後那時候真的就是 無語問常 然後一直在問自己說我為什麼要創業 哈哈哈哈 一直在想說我幹嘛創業 對啊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還是順利啦 後面就是有啦 就是算就是慢慢的讓這件事情看起來順利 但是後面就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這樣子 這當中有挫折的部分嗎 有啊就是 就是包括就是可能 呃 挫折一定有啦 因為很多東西好比說我們買來的帳篷 買回來的帳篷 就是 放在不對的地方 結果我們打開的時候都發霉 都還沒使用喔 就都發霉了 太吵枝了 那時候 就嚇到想說 那樣子一批 就買了將近快20萬的帳篷 說那一批全部都 直接不能用 我等於又再花了20萬買新的帳篷回來 那時候時間的壓力下 再加上一些 自己經驗不足 然後就變成說 額外又花了很多 不是在原本 預算裡面的錢 對啊那時候就心裡就很緊張 而且很焦慮 那時候就 大概那時候就很挫折 可是 又搖緊 就搖緊牙關 那時候就想說不行一定要停過去 否則我怎麼對我後面 這些已經收錢的客人交代 交代 對那時候給我一直支持走下去 就是那些 我已經先預收客人的 這些 這些 就是預收錢的這些客人 因為他們也都還不認識我 然後也不知道 我的露營區真正長什麼樣子 可是他們卻願意 他們就願意支持你 願意直接用新台幣支持我 我說來 你趕快把他用好 甚至我還說我還在趕工 可是我的這些客人都沒有 因為這樣子而退廢 他們都說好 我就等你把他用起來 那時候 大家的感覺 就是我連我跟我客人的感覺都是 有一種就是 真的就是很像朋友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願意等你 那其實那時候是讓我蠻 蠻感動的 也支持著我說我一定要趕快把這件事情用好 是 好 那你們 露宿村的那個經營理念是什麼 就是我們家的經營理念 最大的經營理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前來的每一位 客人 都可以像回到朋友家一樣 他們今天進來 不用想說我是來一個地方 只是來露營 我希望他是可以回到 像是朋友家 你一個很久不見的朋友家 或是遠 就是很久沒見的 像老同學這樣子的地方 到這裡你可以無拘無束的 不管你想要 你可能失戀了 你想要鼓起 或是說你要結婚了 你要報喜訊 或者說 或者說任何你在工作上不愉快 不開心的事情 我希望他們可以通通到這個地方來之後 透過我們這裡營造的氣氛 以及我們 所有的全體夥伴 給予 他們的這些互動 讓他們暫時 忘掉那些 都市的煩惱 忘掉那些 你的不愉快 我只希望你們帶著開心的感覺 回去 充實了這兩天 好好的讓你們充電 讓你們感受到 跟別人的露營不一樣 別人的露營都永遠都在 講求 住要住到多好 吃要吃到多厲害 但除了這兩個以外 還能幹什麼 因此 我們把他營造就是 你就是回到一個老朋友家 這個老朋友他擁有很多技能 他會煮飯 又會唱歌 然後呢 又會陪你 喝酒 然後你心情不好的時候會安慰你 你心情 很好的時候 又會繼續陪你 情緒高 然後甚至把 每一個不同 的客人 就是 不成磨面的客人 大家到這個現場 就讓大家很像是 朋友一樣 大家可以玩在一起 透過遊戲 透過一些互動遊戲 讓大家可以玩在一起 然後過了一個 很Amazing的一夜之後 隔天早上 我們在一起 大家一起做手作課程 然後帶一個紀念品回家 我相信這是很多 這種能量不是刻意去營造 而是他是 我們與客人之間 互相的 堆疊 情感上的堆疊 在那一個晚上 就算是只有那個晚上 情感的堆疊上 讓大家都可以 沉浸在就是 我就是來個 老朋友家玩的感覺 對然後 而且我們最大宗旨就是 除了就是我剛剛講說 我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回到一個 像是你老朋友家的地方來玩 我也希望我們家的夥伴 包括我自己 就是 我覺得這些客人他都是我們未來的資源 都是未來的 未來就是 可能 maybe 就是他來 來也都來自各行各業 maybe是美睫的 maybe是剪頭髮的 maybe 他也是廚師 他也開店 什麼之類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就是成為朋友 然後 不是只有他們來光顧我們 我們也會去光顧他們的事業 他們的產業 然後甚至 甚至 我們一起出遊 這都是有發生過的 我們甚至 我們還會一起出遊 我們還跟 很多主客人 因為我們的三角下 還有一間KTV 24小時的KTV 一起去唱歌 對 太多了啦 太多了就這樣子 然後就叫著那個taxi過來 再載我們下去 就去唱歌 唱完之後再回來 錄影區這樣子 真的 那真的我們這種客人太多了 所以你們錄影區跟別人 錄影區最大不一樣的特質 就是你們就是 很像家的感覺 對我們 就回到家 對就是回到家 回到老朋友家 那種感覺 然後 你找不到人陪你做瘋狂事 我們可以 對 你找不到人訴說 我們可以 反正你想幹什麼 告訴我們 然後反正 反正 只要我們可以的 我們就陪你 對 陪你去唱歌 陪你去KTV 對 喝酒也ok 對都ok 對 我們就是這麼的free 但是在 但是就是 盡可能 我剛剛有講一個 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他帶著 愉快美好的回憶回家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來錄影就是來放鬆 就要帶愉快的記憶回去 我們甚至有客人 我們甚至有客人 帶著筆電來工作 錄影他來帶筆電來工作 對啊 你都已經來錄影了 你幹嘛工作 然後我會把他電腦蓋著 就那時候我會把他電腦蓋著 直接把他那個草 把他人頭開始 抱著他電腦 我開始跑 他會開始追我 我就是 就是要讓他說 你就好好的享受當下 你不要再工作了 是 不然就讓你 給你10分鐘 好你把這件事情close掉之後 你不要再工作了 我帶你去玩 我告訴你怎麼玩 你不要再touch這些 你在都市裡面會touch到的東西 否則你來這裡幹嘛 所以你們會幫他規劃行程嗎 一定的 我們從入住開始 是 我們從我們3點開始share in的時候 我們 以我們現在來講 我講我們現在好了 因為早期有早期的方式 然後現在的方式是 我們入住之後 我們差不多4點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類似破冰遊戲 我們就會讓 現場的 現場的所有的 不管是來自 同一群人或是不同群人 我們會有那種 團康遊戲 讓大家先互相認識 互相認識完之後 到了差不多 這個時間點就差不多 應該會到5點半 大家稍坐休息一下 然後到6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准時 開餐 我們就開始吃飯 我們現在 冬季的話 我們就是以鴛鴦鍋為主 夏天的話就是以烤肉為主 好差不多6點 6點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 搭配著星空電影音樂 然後大家會邊吃飯 邊看電影 對邊看電影 那差不多吃飯時間就差不多 末月抓在7點半到8點之間 那電影播放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 就是 就會開始有駐唱的表演 我們現場就會有人員駐唱 這時候就差不多 通常大家都吃飽 開始手上就喝酒了 我們就會邊喝酒邊聽歌 然後差不多到了9點之後 然後在 在聽歌的過程中 我們中間也會升起 營火 尤其是現在冬天 很需要營火的溫暖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拿著 酒或者棉花糖 就會圍在營火旁 然後聽著音樂 這樣子聽著音樂 然後就是沉浸在 這個夜晚裡面 然後差不多到了9點 差不多 到9點出頭的時候 駐唱結束的時候 我們 自己現場的人員就會開始 跟大家下去聊天 互動 玩樂 甚至就是開始 就是一樣嗎 因為我們下午有破冰了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 找著大家說 要不要來一起玩某個遊戲 要不要在幹嘛 這個快樂氣氛 一直延續到差不多 9點半到9點40分 我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10點 畢竟 要宵禁 我們大概會留個20分鐘的緩衝時間 讓大家的心靈 稍微沉澱一下 就是 可能 嗨起來 你要嗨沒關係 我們就可能移到室內空間 我們繼續喝酒 我們去聊天 繼續玩 這樣子 然後保持一直有氣氛 然後但我們同時也要 跟著每一組客人說OK 那我們10點到了 那我們露營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尊重彼此 我們剛玩得很開心 很吵鬧 這個很棒 但是一定也有客人 就是其他人想睡覺了 對 那10點也到了 我們就要 盡可能的就是跟大家說 我們就不要影響到想睡覺的人 因為10點就是要睡覺時間 那 今天如果大家玩得很high 大家就 情緒很高 大家想一起玩到11點 或什麼之類的 OK在合理的情況下 不要吵到鄰居 那我們可以玩到11點 但你要吵 你吵到我們附近的那個 周遭鄰居 當然也不行 因為我們要 畢竟 坐在這裡做聲音 就蹲前目裡 所以我們給了很多 我們客人的觀念 是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是一起來維持這些秩序的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 就放在裡面 不管你自己去玩 沒有 我們就說好 我們要一起吵 我們都給你吵到天花板去 但是我們要一起安靜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起 安靜 那我也告訴你 我們這些秩序 然後大家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客人 他就是很好的配合我們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段時間內 他就會 締結很多的情感 到了隔天早上 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是 帶一個手作 課程 對手作課程 對就是可能說 之前是做 做那個提袋 那現在是做閃繩 然後甚至也有做閃繩提袋 然後 蠟燭 芬香花磚 這些課程就是看 每個老師他們提供的東西是什麼 對然後所以每次帶回去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我們課程也不斷的在開發 也在創新 找新東西來做 對 然後就11點到 大家就是 拍個照 然後我們就可能會拍個照 然後 告訴大家說 下次我們可以再回來玩 幹嘛 我們有地區 我們有第二區 對 然後就給他們有不同的選擇 對對對 讓他們體驗不同的感覺 對 確實那你們露宿村 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 我們現在 露宿村除了現在自己本身擁有了兩個露營區以外 一個是露宿村一個是嬉皮國度 那我們也 也針對了不同的客群 其實我們也因應了很多環境設施 不斷的加強以外 那我們現在 未來的 短期 應該說我們現在目前沒有所謂的短期規劃 我們都是中期規劃以上 我們中期規劃就是我們2024年的 Q3第3季開始開放就是 那個 戶外婚禮場地 就是露營結合戶外婚禮場地 對因為這是我們之前沒有的服務 那我們現在開了這個新的服務 我們現在Q1跟Q2我們都開始在集結廠商 然後素材整合 然後以及包套的這個費用設計 都在我們Q1 Q2做執行 包括行銷 那我們Q3開始 就是會正式開始接這些 這些 有需要辦戶外婚禮的新人們 讓他們除了在原本他們所知的這些地方以外 又多了一個新的選項 讓他們有體驗像是露營室的戶外婚禮 就是比較走大自然風格 大地色系 大地風這樣子的 方向 這是中期規劃 另外一個長期規劃就是我們除了自己本身擁有的露營區以外 我們擁有的露營區以外 我們即將進 進軍到所謂的 這個露營設備 開發 跟露營 的這個實體店面 我們會 開立一個新的 新的 就是 品牌店面出來 就是作為 我們要自己開發自己的所謂的杯子 椅子 桌子 然後收納設備 燈具 這些開發 我們都會開始找廠商代工 然後開始把它做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能會 我們會在 台中 開一間實體店面 它的規模 可能像是玄霧店 大約差不多 30到50坪不等 就看到時候我們找到的店面會在哪 但是我們一定會找在 最熱鬧的地方 我們就會做一些 就是 像是露營選品的東西 它不一定是大眾的設備 但是它一定是很精緻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 畢竟我們要建立我們自己品牌形象 我們品牌形象本來在大家的既定印象中 就是我們就是屬於格連品 我們就是比較屬於高檔豪華的這個露營區 那我們做了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我們要整合我們自己 原有自己露營區的客群以外 我們也想要進軍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一些所謂的代理販售 然後自己的自由品牌開發 對就是做這些東西 然後給予我們自己的品牌支持者 擁有更多的選擇 不是只是來我們這邊露營 而是說來我們這裡露營外 也可以 購買我們的產品 包括 剛剛我們也有一個東西沒講到 就是我還要開發那個 所謂的 露營料理包 對 因為像露營的 對吃的 因為我們會把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的餐 在我們的露營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露營區裡面其實是 會想很好 尤其是火鍋 那我們其實就是有在想說把它開發成是那個 料理包 對料理包式的方式 然後讓客人不是說只是來 到我們這邊就可以吃到 而是說他們今天出去露營 或是說甚至在家裡想吃 都可以吃的到 對 就是這樣 好 因為現在很多人對創業都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跟你當初一樣 他也是 不滿意現狀 他想自己去創業 對 他們想創業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我覺得 給所有的創業者最大的建議就是 除了他們要理解 他們自己本身 他們自己本身 他們想創的那個行業的 法規 以外 還有他們所謂的 這些影韻模式以外 我覺得現在 公司規模如果要大 或是要穩健 人是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必須要在創業之前不要只先考慮你賺多少錢 而是你得考慮 你怎麼做才能照顧到你所有的員工 那你在能照顧到你所有員工的時候你得付出多少的 條件跟代價 而這些代價 是你有沒有辦法透過你的影韻模式來支撐著他的 如果你的影韻模式是可以支撐著他的話 你務必要把他考慮進去 如果是不能支撐著他的話 你務必考慮你的影韻模式是否要改變 因為 你沒有人 就沒有人可以幫你賺錢 你必須要有這些人 透過好的制度良好的制度 來打造你自己 這個所謂的企業帝國 你才能永續 否則我們 只會變成很多事情都是短期利益 直上坦兵 所以給最大的客人 給最大就是 想創業人 想創業人就是 一定要先了解人的法律 對 尤其是老基法這一塊的東西 人資系統這一塊的東西 你把這件事情穩健穩固住都 考量考慮進去之後 你的創業一定會更順 對 等於說其實 你不用很精但是你一定要懂 對 沒錯 你一定得懂他們 否則你今天遇到了一個 比你還懂的員工 弄你一次 你就會知道那代價有多大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露宿村露營區的負責人 郭宇辰 James 來接受我們彰房 謝謝James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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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